今晚一回来 我们有一则最新的画面要提供给您 在国道3号的北上苗栗路段 下午4点左右发生了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 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它疑似是超车不当 从中线失控撞上了路肩 这个强大的撞击力 把路肩还有护栏撞出了一个大洞 而轿车的车头也整个被撞烂 引擎也被撞飞 这个车体还弹回到中线的车道 路过的车辆都减速小心通过 不过还好 车上的驾驶还有乘客这两个人只有受到轻伤 意识是很清楚的 是由这个路过的驾驶协助他们脱困到路肩 最后送到医院 而警方调查这一名轿车的驾驶他没有酒驾 而详细的造势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 再门打开启小铃铛 第1位华世新闻的 sou peace